性治療 性治療到底需不需要伴侶的配合 其实呢我们常常说 自己一个人的叫自慰 两个人的叫做两性之间关系的协调 性治療呢在性治疗之后呢 它是需要伴侶配合的 因为两个人作哀会有相当的默契度 那我会希望刚开始自己做练习 后来呢我们把这个练习的方式 交给对方就交给你的伴侣 让伴侣来帮你进行 后来呢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得了爱 能够做得了和谐的心爱 所以当然如果有伴侣的加入 那当然是事半功倍 但是如果伴侣不加入 你就会变成事倍功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